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一个困惑 就是当我想要努力地走出来的时候 身边经常会有人不自主地就会拍拍肩膀 孩子真坚强啊 孩子真不容易啊 你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我第一次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种鼓励 第二次 孩子真坚强啊 孩子真不容易啊 我已经跟身边的人好像没有话题聊了 永远一坐下来 你真坚强啊 我说对 我有一个很伟大的妈妈 在每一次我一点一点走出来的时候 周围总是有人会不由自主的 或者是不是故意的 就在一点一点把我往回拉 所以我就想问斯琳娜 其实你作为这个娱乐圈里面的一个艺人 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身边还是会有人 当你想走出来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去接你这个伤疤 这个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群人 这样的一件事 其实幸亏你问了 我差一点就说出来 孩子你真坚强啊 你妈妈真的很棒 很伟大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先谢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你真的 很有勇气 我觉得你很勇敢 而且你可以说是比我勇敢 因为我受伤到现在是四年 快四年 你是从小就这样 对我而言 我其实刚开始离开家里环境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觉得我自己很赤裸 因为尤其到夏天 我其实遮不住我手上的疤痕 我腿可能遮得住 但是我手我遮不住 我会看别人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搜寻到 你在看我的疤痕 回到家一开始都会很难过 我就觉得 他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 他为什么不听我讲话 而是先看我的疤痕这样 但是后来我发现 当我有一天 我不觉得 这个疤痕在我身上 是多么负担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怎么就看不到别人在看他们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转变 你知道吗 就是也许其实是我自己心里变了 因为我相信人家在看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 只是我面对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我自己很坦然的接受我自己的样子 像手的我是很早就露出来了 手臂的跟手指的 那现在其实你们也看得到 我连我的脚也渐渐的露出来了 时间到了 自然的你就有勇气让他们露出来 也就有勇气接受他们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 也许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一天 你就会不觉得人家讲这样有什么压力 因为你自己很自在很自信很快乐 可能上帝太疼爱你 一个这么美丽的姑娘 这个世界太嘈杂 所以她忘了把她堵在你耳朵里的手指拿掉 她一直呵护着你 不想让你们被这个世界的纷乱所干扰 谢谢 谢谢 小琳娜加油 你也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